Yo 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 还不说 要听老师呗 可是老师说 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 都要听医生的话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健康say yes 我是乔妮 我是潘怀忠 老师 我这几天看到一个报道 那他是提到说 关于日本冲绳长寿车 让身体健勇 然后延年益寿的饮食秘诀 真厉害 那你要不要听听我说 那你讲 你讲 我先不讲 好不容易开场这么强而有力 你继续说 就是呢 这个报道是提到说 因为当地人经常吃五种食物 那这五种食物就有苦瓜 紫薯 还有纳豆 海藻跟姜黄 老师 这些食物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长寿 延延益寿吗 我讲 其实事实上一直以来 这个大家都喜欢听这种就是吃什么东西 会让你怎么怎么好 这个一直是收视率很高的一个题目 那也确实呢 这个科学家也是这样研究的 他们就是那个流行病学嘛 那流行病学就是把那个哪个地方人比较长寿 他就做一个标记 做一个标记 做一个标记 然后看了以后呢 然后就派人去了解说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长寿的人这么多 他们就去研究 那当然最后研究出来的答案 其实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 比如说好山好水 空气清晰 水没有污染 因为现在几乎全世界没有污染的地方都很困难 因为甚至以前有人讲说 像北极的雪 下下来里面都还有塑胶颗粒 所以你说北极这个地方应该照道理是最干净的了 那雪里面都有塑胶颗粒 那意思就是塑胶颗粒无所不在了 所以我跟你讲说现在 现在全世界大概已经没有污染的地方了 但是污染少一点 可能还是可以活久一点 那所以因此呢 他们在研究以后呢 发现有很多的理论都出来了 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的饮食 那今天你讲到这个冲绳地区的饮食 刚刚我听你这么一念 当然了这个巧妮有私下pass给我 昨天晚上又叫我多念书 我们也讲话实在 不过但是这个知识本来就是很多的 你如果没准备起来乱讲也不行 那我研究过以后呢 这五个确实是真的可以叫做超级食物 真的 对 那英文叫做superfood 那超级食物这个意思呢 我来考考你 超级食物是什么意思 超级食物的意思 我只知道像鱼翼甘蓝也是超级食物 对对 但是好像听起来就是说 吃了会特别厉害啊 特别帮助身体是这样吗 还是不是 大概你看那个大理水手的片子看太多了 吃锅菜 吃了以后就把那个坏人给打一顿 没错 所以其实超级食物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营养成分很高 然后你吃了他以后呢可以得到很多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很好 就是单一个食物 单一个食物他的营养成分就特别多 或者他有很多特别的东西 那但是并不表示说你只吃他就可以的不是这样子 只是说假说就是说这个人跟这个人比这个人优点比这个人多一点点 但是呢这两个人我们社会都需要他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超级食物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食物他营养成分可能比别的来的高一些 但并不表示别的都不重要 那不能这样讲 因为我们饮食最大的一个原则还是多样性 是 就多样性 所以这几个食物确实是超级食物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好啊 第一个苦瓜 苦瓜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好非常非常好的食物 那么在台湾呢 这个苦瓜呢 目前也有一个叫做三苦瓜 是 也有叫做翠玉苦瓜 白玉苦瓜 对 那所以因此呢 你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三苦瓜跟白玉苦瓜 它的营养成分就略有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三苦瓜看起来是比较绿 是 白玉苦瓜看起来就很白 所以在这中间显然叶绿素就不一样 叶绿素这色素的情况不一样 那因为在吃蔬菜的时候 因为苦瓜这个东西是属于蔬菜类的 蔬菜类的它的特别就是说 它基本上没有能量 能量很低 也就是说你吃蔬菜会胖的几率很低 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们要你多吃蔬菜 那所以苦瓜本身是属于蔬菜 所以可以吃多没关系 只是说烹调的方式要对 你不要苦瓜弄得太咸 比如咸淡苦瓜 是啊 比如说讲得很好 可能你都吃的 好处没吃到 都在吃咸淡 胆苦存太多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我看到他们这个 这个冲整人说苦瓜 他说有的人还来打蔬果汁 那很苦吧 那我在想说 小李可能就不会这样吃 我现在想到已经战斗了 对但是问题是 打蔬果汁 可能营养成分吸收比较多 那苦瓜呢 它有一个这个名称的叫做 瓜中 所有瓜里面的C王 维生素C很高 叫瓜中C王 C王 这个也有点绕舌 但是它的维生素C真的高的很多 它100公克里面就含有41.5毫克 那就将近要 将近已经几乎快要到达 还没到达这个每日的所需量 每日的所需量大概是60左右 所以它其实维生素C是蛮高的 在瓜中当中 而且其实事实上你吃苦瓜 你有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什么 退火 你有没有感觉 对啊 就是像我今天长痘痘 赶快吃一下 然后隔天好像有消下来一点 这样子 对所以因此在 这个我们古早的人类 就是因为这个苦瓜也是 跟着这个人类 大概几百年几千年了 所以因此大家都知道 它说它是降火器的 那个 为苦性寒 就是那个 那个 比较寒凉一点 可以让你降火的 所以因此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抗发炎 抗体内 让大家的火气能够降下来 这是确实的 因为它可以抗我们的发炎反应 那你我们现在科学家也已经知道 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经常发炎的话 那对身体是不好的 所以因此你能够抗发炎 降火气是对的 所以苦瓜呢 这是第一个 它特别的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好处其实可能是大家 比较很少提到的 不过但是 可能我讲你也听过 就是说它对于这个血糖高的人 吃苦瓜呢 是有一些辅助的效果 我们讲辅助就是说呢 它毕竟是食物 它不是药物 药物还是要靠医生帮忙 我们这节目叫听医生的话 你还是要去听医生的话 还是还是听医生 但是呢 不是 那你听医生的话 你生活方式还是要改变吗 我们现在这边就是主要是 让大家知道说 我除了听医生之话之外 的话之外 我本身还可以做些什么 那做些什么就是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 你可以做一些改变 对不对 所以因此苦瓜目前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像什么 苦瓜树啦 苦瓜干啦 苦瓜生态啦 等这些东西呢 目前在科学界的研究就说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 能够调节血糖 可以帮助 我们讲辅助啦 辅助啊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靠它 来来来当要吃 不是这样 它不是治疗 对对 它不是 你就是养生 就是说 你吃一点苦瓜 对这个血糖 就会有一点帮助 一个保健的效果 对对对 是保健的效果 所以因此呢 就是说呢 苦瓜它在目前来讲 除了刚刚我讲说 它的维生素C含量很高 同时它有一个抗发炎 降火器的效果 这大家也都知道 另外呢 是目前大家最了解的是呢 它对于血糖的调节 有一定的帮助 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因此呢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呢 苦瓜这个东西呢 还是希望大家平常啊 还是可以吃一点 那吃一点的吃法呢 就是说 三苦瓜的效果 可能比白玉苦瓜 又来得高一些 来得高一些 但是也不能说 白玉苦瓜就 脆玉苦瓜就一定没效 但是三苦瓜 就是绿色的那个 可能效果又更好一点 那另外就吃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苦味呢 主要是来自于 中间的脂跟膜 所以你会不会做菜啊 会哟 一点一点点小厨艺 还可以 越讲声音越小 好像有点心虚的感觉 老师你不能站 我以后还要嫁人 是是是 对对 要会要会 没关系那个 那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 对 未来的婆婆 照顾一下 她是喜欢你的知识 哦喜欢我的知识 好我都会 我都会兼具 内外兼具 我说到这样 所以苦瓜的那个膜 你把它刮掉就没那么苦 就里面那个膜跟纸 你刮掉就不会那么苦 那另外吃的方法 就是刚刚我也讲过 说你如果要去炒 那个咸蛋黄苦瓜 当然也是 我不能排斥了 但是偶尔你要吃点健康的情况 比如说拿来汆烫 你汆烫以后呢 其实你汆烫以后呢 它的那个营养成分 保留的比较多 因为你不要过度烹调 是 然后呢 汆烫之后 你可以撒一点点 这个所谓的这个沙拉酱 你自己调的 也不要太咸 不要太油 你就可以凉拌苦瓜 其实蛮好吃的 那另外就是 刚刚我提到的是 你可以打蔬果汁 好苦哦 不会啦 我给你解释怎么打 就是说 你就是呢 其他口味好的蔬菜 放多一点 然后呢 苦瓜放少一点就可以了 哦 还可以加一些其他蔬 就综合蔬果 但是我要强调是 因为这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节目上讲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听 现在是听潘老师的话 听潘老师的话 就你那个蔬果汁 很多人 他那个明明叫蔬果汁 可是他蔬都不放 蔬都不放 那放什么 只放果 哦 只放果 哦 太多果了 那就变成果汁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蔬菜不等于水果 水果不等于蔬菜 如果你跟我讲 你喝了一杯蔬果汁 我还以为你很健康 就里面画了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果 然后蔬没有啊 那就得不是蔬果汁啊 而且甚至我们台湾人 现在目前 以我们的了解 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 所以其实事实上 水果吃不够的不多 蔬菜吃不够的是大有人在 可能超过九十趴 所以你如果要吃蔬果汁 我是建议 就蔬菜看看能不能占百分之九十 好 这个我看很少人做得到 好 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进广告来 再来继续听延年益寿的方法 好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想健康say yes 老师我们继续吧 对 所以我刚刚讲说 听潘老师的话 一个很重要就是 打蔬果汁的时候 蔬菜要放多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 我给你解释 就是我们既然有牙齿 就应该要靠牙齿咬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 对身体养生的是 拿来用牙齿咬吃的食物 这样才是健康 但是我也知道说 有些人呢 没办法 他实在吃不了这么多的蔬菜的量 可能医牙口不好 牙口不好不用讲了兄弟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牙口不好麻烦去看牙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很不能接受的是说 因为我牙口不好 所以我不能够吃太硬 你想对了 你想对了 而且我讲这句话 全国的牙医师都会支持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认为说 牙齿不好 不是只有吃东西不方便而已 他会影响很多东西 包括心脏血管疾病 包括失智症 什么都会有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牙齿只有这个功能 所以因此咀嚼这个动作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吃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我都还没有反对蔬果汁的原因 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那个量不够 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要吃到每天蔬菜 比如说三分五分的这种量 有些人真的吃不到 所以他透过打这个汁 可以让蔬菜的量达到这个量 那这个勉勉强强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说今天你打这个蔬果汁 结果是蔬菜的量没有送上来 那原来的好处不见了 那这个我们就不同意了 那尤其是水果拿去打汁 这是非常邪恶的 邪恶 邪恶非常邪恶 因为蔬菜打汁喝下去还有它的好处 但是水果打汁吃下去就是邪恶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水果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糖 包括葡萄糖跟果糖 如果说现在科学家认为 如果你是用牙齿咬吃进来的水果 而且在分数以内的话 那这个我们认为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打成汁喝的 他就认为是不健康 因为量太多 因为用喝的这种 单纯的水果果汁的话 我们就叫做邪恶糖 邪恶糖 就不叫健康糖 但都是那个糖 都是葡萄糖 都是果糖 但是如果你单纯把果糖跟葡萄糖 放在水里面这样喝 这就是邪恶 但是如果你是一颗苹果这样吃 这是健康 这两个不太一样 所以水果不能打成汁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牙口不好 这个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所以蔬果汁的话 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蔬菜比例要非常高 要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那水果汁是拿来干嘛 提味 你讲对了 你真的 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它那个主要是提味用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反客为主起来的话 那就不对了 而且事实上 如果说你今天拿一个苹果来吃 你也不会觉得难吃 因为它本来就很甜 哪一颗苹果 哪一颗柳丁 你不会觉得难吃 可是如果你拿一把蔬菜 拿一把苦瓜 你就很难吃嘛 所以主要是我刚刚就解释过说 我主要能够勉强同意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蔬菜量 如果够大的话 那就没有话讲 所以今天花了一个大时间 但是这个观念 我们健康养生观念 我们逐渐在我们节目里面 慢慢在教大家 那这个观念 其实你有了以后 你只要做一个小观念 你的人生可能就进步很多 对不对 一个小观念 因为你原来不知道嘛 你说水果打枝很好 打水果汁那不得了 结果没想到是邪恶 很邪恶 我给你讲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妈以前就常常讲 如果今天不知道讲完讲不完 好了 我妈妈就怎么讲 她说怀中 我整天都没吃米 哪会越来越胖 为什么 那果汁喝一堆 她妈妈很喜欢喝 以前 不是她喜欢喝 你也喜欢喝 我就不信你不喜欢喝 你到了那个五星级大旅馆 我说 说果汁 不是 鲜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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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你讲 没有人家 所有人都跟我讲说 这个鲜榨的很健康 很天然 没问题 不是饮料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它就是饮料 老师你刚把我的心神都讲出来 它就是饮料 它就是饮料 你不要以为说你喝一杯果汁跟喝一杯可口可乐有什么差别 我跟你讲差没多少 真的 真的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新鲜榨的果汁很健康 所以他就认为没关系尽量喝 我跟你讲 你那个一扎上来像两杯下去 可能完全没什么感觉肚子还很饿 但是你已经两杯糖下去了 两杯糖 两杯糖下去了 而且更好玩的是你若吃柳丁 我跟你讲你去柳丁洗得很干净 拿两颗切完你脸那个渣一起吃下去 你大概两颗就饱了 而且吃完以后你就觉得说够了 吃两颗了 不可能再去削两颗 不可能两颗够了 你知道你那一杯柳丁汁 你知道那有几颗柳丁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过起码 至少五颗到六颗 至起码 有那种鲜榨的它一颗一颗掉下 我又说哇好多 我告诉你 你就要坐下去 鲜榨那个柳丁汁 你喝两杯大概十颗柳丁进去 你早就已经超亮的超亮的超亮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今天是因为讲苦瓜 因为你觉得苦瓜难吃 打蔬果汁难吃 但是我稍微讲一下 说这个蔬果汁的美格在哪里 我想问 他比如说可以加一点蜂蜜吗 绝对不可 不行 因为如果假设说 假设说你的蔬菜是9% 是90 然后你没有水果调味 你没有水果调味 因为我们现在是利用水果 来调它的味道 所以水果只要进去 其实甜味就上来了 那就不难喝了 那如果说你完全不放水果 你加蜂蜜 当然从糖的摄取量来讲 是OK 但是我认为就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 水果的营养成分能够进来 所以呢 你如果纯粹加糖的这个蔬菜汁 那就变成不叫蔬果汁了 叫蔬菜汁加蜂蜜 叫蜂蜜蔬菜汁 那对那蜂蜜蔬菜汁呢 比起蔬菜水果汁 那蔬菜水果汁又比蔬菜蜂蜜汁来的营养 来的健康 所以它是有程度的差别 有那个程度 对对对 所以最好的是纯蔬菜汁 最好的是用嘴巴吃蔬菜 那是100分 那100分做不到呢 就是纯蔬菜汁 那可能90几分 而且这个蔬菜汁还要现打现喝 你不能够打完放在那边 它马上变色 那营养成分就不见了 那没关系 那再来就是蔬菜水果汁 就蔬菜占90%90几% 水果一点点 那个是大概还有八九十分 但是如果再接下去 什么纯水果汁什么的 都是邪恶的 都负分的 都负的 负的 学到了 学到了 所以它这个打汁也很有学问 那确实我觉得那个量会够 就是如果你蔬菜吃不够的时候 如果有个贤惠的太太 或贤惠的妈妈 把很多的蔬菜洗干净 又汆烫好 然后给你打一杯蔬菜汁 那你的蔬菜可能每天的量就会达到 那达标的人不多了 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来谈谈那个紫薯好不好 欢迎回到请医生的话 健康say yes 老师我们刚刚谈完了苦瓜 那下一个我们来谈谈紫薯好不好 今天有五个 就是苦瓜紫薯 纳豆海藻姜黄 是啊 我都准备的很充分 那这一小时如果真的讲不完的话 我也没办法 等到下一次你有空你再问我 说不定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五 他们还我们还可以接着接着讲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事实上也不退流行 其实也不退流行 另外呢让我们听众朋友呢 也认为说每天都在等礼拜五 那也好了 好很棒很棒 那那个紫薯这个东西呢很特别 刚刚我讲苦瓜是蔬菜 是蔬菜是可以多吃 只要烹调正确可以多吃 也就是说这个量呢 我们限制的不大 也就是而且目前来讲 以台湾人来讲蔬菜的量都不够 都不够 所以你多吃我们觉得好 是好 OK 那但是紫薯就不是了 紫薯是个好食物没有错 但是它是它是饭 所以因此呢这个饭的东西呢 它不能够多 它只能够适量 所以呢我首先要破题的就是说 苦瓜也是好食材 紫薯也是好吃材 但是苦瓜是蔬菜 我们鼓励你多吃 通调正确多吃 那紫薯是个好食材 对 但不能多吃只能适量 因为它是饭 那饭可不可以不吃 不行 所以很多女孩子为了减重了 她不吃饭 这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建议的大家说 把白米饭 把白面包 把白门头 把白面条 换成粗粮 那换成粗粮里面呢 其实紫薯就是个粗粮 其中一项 对 其中的一项 当然粗粮有很多 有很多 那但是我今天也没办法通通讲完 因为讲完也要好几年的时间 那没关系 那紫薯这个东西呢 它是饭没有错 但是跟它同类型的有几个东西 我把它提出来让你知道一下 好 第一个是马铃薯 也是麻在土里面的 叫马铃薯 不过它是个筋 我们现在不讲这么细 到底筋或根 我们今天我也没办法上植物学了 但是反正埋在土里面的 有马铃薯 它也是饭 是 那但是呢 它是西方人的饭 西方人的饭 就是 阿兜就爱吃的 美国人 欧洲人就喜欢吃马铃薯 那我们台湾人呢 基本上不是 我们台湾人喜欢吃地瓜 那地瓜就是汉籍 汉籍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来了 我请问你 紫薯 是不是 番薯 紫薯是不是 番薯 它们应该是同一类 只是它们 有黄的 红的 紫的 所以有那个差别吧 可能比如说里面有什么青花素 还是花青素 花青素 好 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第一个要告诉你的说 紫薯它不是欢薯 哦 不是哦 不是 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呢 番薯 它我们可以讲叫做干薯 干薯 或者叫地瓜 可老师都有薯啊 不是 你听我讲完吗 番薯的名称有好多个 酣吉 就是地瓜 没错嘛 是 就是干薯 这三个字眼是一样的 就同样东西 那确实没有错 番薯里面肉有红的 有黄的 也有紫的 是 所以如果是紫色的番薯 叫什么薯 叫紫星番薯 哦 但是如果紫薯 不是 哦 原来 你看这个 原来 没念书就要来 对不对 老师我就是来跟你学 我跟你讲哦 番薯是玄花 我们叫 戒门纲目科属种 植物是不是这样分 应该有学过吗 有 戒门纲目科属种 我就从科来讲 番薯是玄花科 番薯属 番薯种 就戒门纲目科属种 玄花科 番薯属 番薯种 但是直属不是 直属是玄花科 番薯属 但是是直属种 哦 那个种不一样 所以他到了戒门纲目科属种 那个种就分开了 那所以你如果要分辨 你刚刚讲的 番薯如果是紫心的话 是 叫紫心地瓜 或紫心番薯 嗯 可是直属的话呢 是直属种 嗯 它跟番薯是不一样的 所以直 直属不等于番薯 番薯不等于直属 哦 那但是 最容易弄混的是 紫心番薯 跟直属 对啊 对啊 因为里面都是紫 是啊 好 那其实事实上呢 这中间就非常有趣了 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 应该是有现场的民众 然后就是 有有 就是可以 但是广播听不到没关系 嗯 就是基本上来讲 如果是紫心番薯 嗯 它的皮 嗯 通常来讲是类似番薯的那种皮 是有点灰色或褐色的皮 但是它里头是紫色 是 就叫紫心番薯 是 就好像红心番薯或黄心番薯一样 嗯 它的皮 基本上你看到还是灰色的 对 但里面的肉是红色 黄色或紫色 是 但紫薯不是 紫薯是从头到尾都是紫色 哦 它连皮都是紫色 哦 紫到底就对了 哦 所以差很多 差很多 而且而且紫心番薯里面你切开 重切面切开以后呢 它里面的这个紫色呢 其实还剩有一些白色的点 嗯 但是如果紫薯切开全紫色 青衣色一点白的都没有 原来是有这样的差距 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因此我首先要告诉你说 在这个冲神县 你今天讲到这个媒体报道 在2023年4月11号 其实你现在也没多久的 媒体报道说冲神县发现 他们长寿的原因是因为吃这五种食物 那我一看到紫薯我就说 这个紫薯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首先就是要破题说 它跟番薯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吃紫心番薯 那叫做番薯 你一定要买到紫薯才算 那到底紫薯跟番薯到底差在哪里呢 它是有差的 你比如说首先我告诉你 它的卡路里就不一样 比如说100公克的番薯 如果你是拿紫心番薯来讲 100公克呢 它可能有102千卡的这个能量 或者5公克的糖 可是如果紫薯呢 它100公克里面呢 它只有86千卡 就降了大概20 降了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你同样体积的紫心番薯跟紫薯 哪一个能量高 能量是指热量还是 那就是地瓜就比较高 所以你吃紫薯反而热量更低 然后含糖量也低 所以因此如果说今天我刚刚讲说 紫薯地瓜 马铃薯都是属于饭 所以要限量 跟蔬菜不一样 蔬菜不用限量 但饭要限量 假如我每天只能吃 假设 假设 好比如说100公克 假设我举例了 只能吃100公克的地瓜的话 你吃100公克的地瓜 跟100公克的紫薯的话 紫薯的能量更低 更容易减重 好太棒了 老师 我们待会再来继续 先进广告一下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健康say yes 老师我们再继续 我好想要再听 有关紫薯的内容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常常讲说 你小女孩要减重 不能不吃饭 我们因为不吃饭 对生理不好 那只是你把白饭 白面条 白馒头什么改成这种 所谓的粗粮 那改粗粮的时候 第一个改的方向 当然是大家所想到的糙米 配芽米 那个东西我都没有问题 小麦我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现在讲的说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所谓的紫薯 紫薪番薯 或者是地瓜 马铃薯等等的东西也可以 芋头也可以 芋头当然也可以 芋敏也可以 这种都是属于粗粮 但是它都是饭 都是饭 那所以但是呢 以紫薯来讲 就今天以讲这个 冲神线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紫薯确实有据它的优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跟番薯比起来 它比紫薪番薯比起来来讲 它的热量是低的 同样的这个体积 所以因此 对于身体的这个减重 或者不要摄取过多的碳水化物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有一定的帮助 那再加上 它的所谓的这个 花青素 因为你刚刚讲特别讲到这个花青素 花青素 对 那这个花青素呢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它从皮到里面是指到底的 从头指到底 从头指到底 所以因此它的花青素高的情况之下呢 那所以对于这个抗氧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抗氧化能力很强 所以它对于抗氧化啦 然后对于这个抗老化呢 就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因此呢 它又有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就像刚刚苦瓜有个外号 叫什么外号 C网 瓜中C网 对 瓜中C网 那你知不知道说 直属的这个外号是什么呢 什么 叫口服化妆品 天哪 口服化妆品 所以你化妆品不用买 用口服的就好了 我吃吃吃 它叫抗老化吗 对不对 然后抗你的这个自由基吗 等等的 所以另外呢 当然它对于这个眼睛也很有帮助 因为它有很多的维生素A 它有很多的维生素A 也可以帮助你 然后对抗自由基啊等等的 所以因此它的整个 所谓的它的好处是蛮多的 是蛮多的 所以因此呢 我看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冲绳线用这个直属啊 确实是有它很特别的这个关键 不过但是因为这个直属 最近来太红了 你看所以你看你没问我 你都还不知道直属红啊 你还以为紫星番薯红啊 是 对不对 婆婆不用担心 我现在在跟潘老师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有讲 他说直属近年来成为人气食物 他不是讲紫星番薯 而且店家纷纷推出各类的直属甜品 零食饮料做卖点 其实你只要做成甜品就很邪恶了 就很邪恶了 真的 但是不管了 就他们就借着这个直属的这个名号 行这个邪恶之识 那这个我们就不提了 但是问题是 直属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真的去买到了实实在在的直属 从皮到心都是紫色的 你去烹调以后呢 有的人会发现说 诶 他怎么会变色 变色 他会变色 因为他说呢 在直属大受欢迎的同时呢 网络上不时传出 直属变色的新闻 你是说他的那个纸 他的纸会变化 会变色 那有的时候呢 紫色变绿色 那你会觉得说 哇塞 那个有些人会讲说 哇 这是不是染色 这个意思是说 见人的 不知道是什么痕迹 去弄紫色来够买 但其实不是 就是说 他的这个变色是很自然的 因为花青素在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酸碱度 他会变色 他会变色 所以以前我曾经在这个电视台 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拿了那个试管 到实验室拿试管 拿了七根试管 然后呢 就把花青素滴下去 看到是纯紫色的 然后呢 我再滴两滴下去 他就变红色 我再滴两滴下去 他变什么 变又变别的颜色 他原因是因为酸碱度在改变 同样的东西没有改变 因为他的化学结构 遇到了不同的酸碱度 他就可以改变颜色 所以因此你很好笑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葡萄 如果你买了一串葡萄 它有很黑色紫色的 也有淡紫色的 通常黑色紫色那个就比较甜 然后呢 淡紫色的那个就比较酸 所以因此我们每次葡萄弄起来 我们都先挑黑色的吃 淡紫色的就留给别人吃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他就因为他在酸的情况下 他就会偏红 他在碱的情况下是偏紫 所以紫色的就比较甜 你有没有觉得在挑那个葡萄兽 你会不会主动去挑那个 比较颜色紫色的 会啊会啊 会不会比较甜 有啊比较甜 然后或者是再软一点的 也都会比较甜 所以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原因 它是因为花青素的 里面的那个片局质在改变 它颜色就会跟着变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很有趣 所以因此呢 如果说紫属这个东西呢 如果能拿它来取代 这个所谓的白米饭 这就第一个大好处 然后第二个大好处就是说呢 它又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可以帮助你抗氧化 抗老化 抗自由基 口服化妆品 对不对 这非常好 那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纤维质 什么这不用讲了 植树肯定纤维质比白米饭多吧 你白米饭有纤维质吗 就是还是 零啦没有啦 白米饭哪有纤维质 一点都没有是不是 一点都没有你要是那个那个超米还有一点啊 就那个衣服没有脱干净 衣服外面也 还有磨的 有磨 如果是白米饭都打干净 都那个那就 只是说比较顺口这样 很顺很帅 我跟你讲我这几天发现就是 如果你是白米饭加上乳肉汁 那个卤肉饭真好吃 香啊滑啊 真好吃 对 但是但是如果说你拿那个紫组胶卤肉汁可能没那么好吃 对啊 我就不信你会觉得很好吃 是啊 但老师 所以等于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虽然它会变色 因为加热的过程 但是它不是假的 但是它的营养是不会变的 是不是 对 它还是 还是在里面 还是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但是不要以为它是假的 但是我刚刚就念了这个新闻它很有趣 这个新闻是我衍生出来的 就它说 这个怎么会变色 然后是吃到假的吗 其实不是 没这回事 那老师我们紫属也说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等一下我们来讲纳豆吧 明天看看是不是可以买个紫属回家吃 吃吃吗 然后在菜市场去买买看 好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 健康say yes 老师我们刚刚讲了苦瓜啊 紫属啊 那还有第三个纳豆 可是呢 我对这个纳豆 我抱有一点疑问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其他的报道 它是讲说 因为像纳豆这种发酵的食物啊 它其实会含有高纳 那这样子它还是长寿的法宝吗 其实你看到那则新闻 我刚才跟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讲 就是乔尼他很认真 他会去看很多的这个健康医疗新闻 那其实其中有一条新闻 是在一两个礼拜以前 有某一个电视台的这个健康节目有提到 但那个 其实事实上 他写出来的时候是太片面 太片面 因为日本人的胃癌特别多 这个是事实 长期以来是一个事实 那主要他的问题是出在他的腌制食物太多 腌制 那腌制食物呢 就是含纳量很高 为什么腌制这个话 就是用什么来腌 腌 对嘛 腌制才会有含纳量高 你发酵不会嘛 所以我们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差别 腌制跟发酵两件事情差不了 我们古代的人类没有冰箱 没有这些所谓的空温的情况之下 我们为了保存食物 因为食物有时候生产过程要保存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保存呢 当时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方法 一个叫腌制 一个叫发酵 那腌制的方法是用大量的盐巴 因为你盐巴只要一进去以后呢 那个细菌就活不了了 因为高盐的情况下 连细菌都吸到腰 所以说利用高盐巴 让细菌脱水 细菌只要一脱水都死光 死光以后这个就可以用很久 但是问题你要吃的时候 你最好把它洗干净 把那个盐分洗掉 然后最好是稀释以后再来吃 不能太咸 那可是发酵就不是 发酵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利用细菌 去把它转化 那所以它不会坏的原因 是细菌在 因为它这个很好玩 它这个抢地盘 就这个地盘如果被这个细菌占住了以后 别的菌要进来其实进不来 所以就是这个异菌 就是好菌 已经在这个发酵食物里面以后呢 你坏菌其实就很难进来 所以我想特别强调 它叫腌制跟发酵不一样 而日本人胃癌之所以多 是因为它腌制食物太多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每次到日本早餐 一看哇 它好多一小碟一小碟 你知道吗 你去过没有 你年轻的时候 一小碟一小碟一小碟 东东都腌制了 那这时候他们胃癌就很多 可是发酵不是 比如说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纳豆来讲 它是个发酵食物 那发酵食物呢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把这个菌 纳豆菌放进去之后 它要很长的时间让它变化 那腌制不是 你只要把盐巴 那马上就可以吃了 所以腌制的东西是 你今天腌制明天就能吃 但发酵不是 发酵要时间啊 你知道意思吗 发酵要时间 你不是说今天发酵 没什么就可以吃 哪有可可怜 要有时间给它 催化它 去发酵 所以因此纳豆是个发酵食物 而这个发酵食物很特别哦 这个发酵食物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公认是健康食物 那世界卫生组织都公认了 那没什么好说啦 对 但是我要强调是 世界卫生组织本来公认的健康食物 都希望是新鲜天然不加工 所以其实 新鲜天然不加工 那这个当然是世界卫生组织 公认的好食物 可是但是世界卫生组织 也接受发酵类食物是好食物 那发酵类食物好食物呢 还特别点名了几个 日本的纳豆 对不对 韩国的泡菜 韩国的泡菜也是 是啊 还有欧洲的优酵乳乳 优格 所以这些都 像优酵乳也是发酵的食物啊 对不对 它绝对不是腌制啊 所以这些都是优良食物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加工类的食物 本来是不赞成的 因为加工基本上就显示是不好 但是对于这种发酵类的加工 它反而认为它是好的 所以今天你讲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冲绳的这个纳豆呢 其实也不是只有冲绳啊 整个日本都是啦 都是 那所以因此呢 我可以讲说纳豆可以讲说是日本的国宝 就是国宝级的食物 纳豆 所以纳豆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多吃 可以多吃 那但是呢 纳豆呢 它是属于什么食物呢 什么食物 它是属于蔬菜类呢 还是水果类呢 蛋白质 蛋白质类 所以它是蛋白质类 所以它刚跟那个质属又不一样 质属是属于饭类的 是 就淀粉类 炭子化物类 是 纳豆是蛋白质类 那蛋白质类呢 我为什么说它可以多吃呢 其实它当然每个人每天蛋白质量是够就好 那也不能超过 超过其实也不是很好 那我为什么说多吃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是 动物肉吃太多 植物肉吃太少 那动物肉吃太多呢 大肠癌啦 心脏血管疾病 就是动物肉嘛 更重要的是会造成什么 碳排放 就污染 污染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 为什么 为什么动物肉吃太多会影响碳排放呢 为什么 你不是跟我讲 我在听嘛 因为我们畜牧业 在养这个动物的时候 它会放很多那个粪便 那些粪便通通都是碳排放 是指这个碳排放 所以它其实畜牧业是对环境污染很严重的 所以因此呢 如果大家能够吃植物肉 少吃动物肉的话 这个社会会更好 不光是你个人 不是不光是你个人 什么大肠癌降低 什么你的这个心脏血管疾病降低 你同时帮助 整个地球绿化 更好的保护地球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建议大家 植物肉要多吃 动物肉要少吃 而黄豆刚刚好就是植物肉 那植物肉你单吃也很好 新鲜黄豆OK 新鲜毛豆OK 对不对 新鲜黑豆OK 对不对 甚至你照我们网路上讲的 潘老师教大家打的 无糖寒渣豆浆 那个点阅率已经上十几二十万了 所以那当然大家也都很喜欢 但是如果说你要吃发酵的黄豆 就是纳豆 纳豆也是非常好 而且纳豆发酵之后 不仅保留原来的 这个黄豆的营养成分 甚至它还衍生出很多的其他营养成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纳豆菌 吃了黄豆之后 它可以发酵出更多的 而且更有名的一个叫做纳豆鸡酶 听过纳豆鸡酶吗 纳豆鸡酶就是可以防止血酸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因此吃纳豆 还可以防止血酸的形成 那也太棒了吧 所以我说它是日本的国宝 只是说你在买臘肉的时候 你不要加太多的酱油或盐巴 因为基本上 你就要加一点点一丝一丝就可以了 那老师怎么办 我现在听得意犹未尽 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我们以后海藻 或者姜黄我们再找时间讲 我们也不一定是下礼拜五 要有空我们再来讲 但是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礼拜五的时间 是是请大家继续锁定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